我自己長得超好看的 我覺得我自己長得超好看的 但是更多的會說胖子不要自我安慰了 我叫小慧 現在是全職的大馬模特 在我變胖之後 搜索大馬女裝的時候 發現了原來有一種模特叫做大馬模特 保持這種狀態 很多人會說是胖子,就是胖膜什麼的 但其實對於大馬模特還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比如說要胖的不能太窩囊 要有精細繩 要有脖子,有胸,有腰,有臀 就是曲線還是很好看 作為大馬模特要臉小一些 整個身材比例就是9比7比10 你不能那種一棱一棱的肉 最注意的那種肉 油油膩膩的 不行,一定要運動 每天起碼就6個小時吧 她見我第一面 她說你腰那邊脆肉 厲害到就是跟人家剛生完孩子沒分別 我就抱了個健身房 擺開水去兌燕麥來吃 連續吃了一個月 第一次節拍,緊張到腿都是發軟 她讓我笑,我不會笑 當時臉上真的是僵到會抽 然後我還看了一下 原來我在鏡頭裡是這樣的 因為我從來都沒有端想過自己能那麼好看 我記得好清楚遊戲在沼澤 拍婚紗 有氣球,有硝煙 頭上戴著陸腳 要拍出那種特別仙境的感覺 但其實當下場景是 我的高跟鞋是陷在沼澤的那個地裏面的 他們也特別厲害 結果我找了兩塊磚 後來把磚給踩對半分了 然後還要拍出那種 我是一隻稍微有點胖的仙鹿的那種感覺 只要是泳衣、內衣 我都是不敢吃東西 只要喝一口水 我的胃難就會突然地吐起來 那就寧願不吃東西 好,側面 正面 對,它就是比較瘦强的一個款 那外面呢 有一個標題是月薪十萬 我並不是說它不真實吧 只能說就是極端個別的例子 而且像我所認識的 包括我自己 沒有說達到這麼高的一個狀態 胖到180多斤的時候 我是竹竹有兩個月沒有出門 就是沒有衣服穿 我最胖的時候 220斤 在街上可能一些蠱惑仔吧 侮辱性地吵我吐彈 之前我是一個人不敢去任何地方的 不敢一個人去公交車 我不敢一個人上廁所 難道中國這麼多人 不能允許有一個胖子穿衣服嗎 高中大學的時候去實體店 我就問有沒有我的馬術的衣服 如果沒有我就會 接著時間轉頭就走這樣子 我覺得這個社會 對大馬母特是非常不公平 因為他們覺得胖的就是懶啊 髒啊 一身肉啊之類的這些 你胖你就有罪 你為什麼不減肥 但是我覺得開心是很重要 你為什麼憋到自己 就是我連個雪糕不敢吃 我連個蛋糕都不敢碰 為了去減肥 我這樣子的人生真的太累了 這個職業能影響到一個人的 內在跟外在思想都能影響到你 當我化完妝出門 然後探上高跟鞋 那一瞬間我仿佛像是被皇后附身了一樣 我也挺希望跟我一樣的胖胖的那些 能夠過來試一下 謝謝你 感谢观看